第三试题 3D列印是以喷水喷出材料 将材料层层堆叠而形成立体物件的新技术 若才影响以3D列印的方式制作简易电池 则喷出负极与正极构造的喷水 因分别填入下列何种材料才正确 金属活性 鑫大于铁大于铅大于铜 我们在铅铜电池的时候教过 我们活性大的金属是当作负极 活性小的当作正极 所以根据这边的鑫铁铅铜 我们的鑫一定是负极 我们的铜呢一定是正极 其他就要看谁的活性大谁的活性小 那所以呢选项A呢 我们的负极是鑫 然后我们的正极是铅 这个是对的 那么我们的选项B呢一定是错的 因为我们的铜一定是正极 所以这是错的 那所以选项C呢也一定是错的 因为呢铜一定是正极 那么选项珠呢 因为铁的活性比铅大 所以铁应该是负极 那么铅呢应该是正极 所以呢我们的选项珠呢也是错的 所以呢正确答案就是A 第三次提问我们说 则喷出负极与正极构造的喷水 因分别填入下列核种材料才正确 我们答案选择是A 负极是鑫 正极是铅 谢谢大家